我的会员会的会长 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党部跟 主委跟Freddy 那在场还有所有的记者朋友 在直播前关心我们 1月9号 补选跟罢免的各位朋友 八个礼拜之前 我站在这里 我承担民进党 接受民进党征召成为台中市 第二选区 接下来1月9号补选的候选人 那个时候我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选举 这是民进党跟之前 在这个地方打拼的激进党 一起承担地方民众 想要改变 而且对于那个不合理的罢免 的不舍的期待 八个礼拜之后 我在地方一次又一次的扫街 一次又一次的拜会 一场又一场的客厅会 我今天要来 在这个地方 向大家报告 再一次的 我越走越看 就越深深的感觉到 这一次的选举 在台中市第二选区的补选 是多少民众对于改变 非常深刻的期待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努力 我们为什么要奋力赢得 这场选举 第一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的对手 经由这一次补选的检视 发现他们真的是利用政治 家族势力 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解 其实取得了种种非常不合理 甚至国家资源 以及剥夺了地方 各式各样应该有的资源的权利 第二个理由 当然包括我们刚刚所说 前一个罢免 甚至包含1月9号 万华 中正万华的罢免 可以看到是国民党为了一己之私 所做出来的行为 是一个滥用民主制度 而正在破坏民主制度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们希望1月9号 我们有责任 让他们知道这样的行为 不是一个民主政党 应有的这种做法 但是第三我要跟各位报告的 其实这段时间我在地方 我常常遇到很多大哥大姐 他们跟我们握手的时候 那个粗糙的双手 你知道那是一辈子 都非常艰辛 才能够养家活口的平凡人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是会对着我掉下眼泪来 我前几天在一个演讲场结束的时候 有个大哥走过来 他看着我 他说 林医师 然后他眼泪就掉了 一个 你知道他其实平常可能不会这样子的一个大哥 我非常舍不得 我可以看到的是 地方有多少长辈 多少平凡的民众 长期忍受地方家族政治 跟家族势力的不公平 跟欺压 这段时间因为只有台中市第二选区在补选 所以全台湾都有机会检视 刚刚我们加龙部长所说 这边有我的对手 有的家族 有这么多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恶行恶壮 违法乱纪 其实我向各位报告 很多这些事情 地方的民众略有耳闻 只是过去每一次的选举 在台中市第二选区这些民众的声音 因为全国性大选的关系 因为地方家族势力庞大的问题 因为媒体其实比较少去关注到这么一个特殊的区域 这些民众的苦无处诉 这些民众心中的难过 根本没有机会被倾听 他们好不容易在2020年判得了一次地方改变的机会 选择了陈伯伟委员 而他也真的到立法院 为这个地方打拼 那就好像一个地方生病了很久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治疗方法 有机会不要让他病重下去 结果不到两年 那个造成地方生病的原因 又再一次把有可能治好的机会给拿掉 所以 真的 第二选区的民众也真的非常疲劳 因为在三个月之内 他们经历了一次罢免 漫天盖地的宣传车 各式各样的谣言跟谎话 又经历了一次公投 跟着我们关心台湾前途的朋友 一直努力的去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还要跟他们的朋友说明 所以我真的也发现 1月9号还有一个补免 补选案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身心俱疲 可是我相信 最后一个礼拜 我们必须要再继续撑下去 我们也要呼吁 所有台中市第二选区的朋友 我们都知道家乡需要改变 我们也知道这一次才终于看到 这个地方的政治已经生病到多么严重的程度 那我跟我的对手 非常明显地可以区别出 到底谁是真正站在国家的立场 人民的立场 不为一己之私 正在努力工作 而且有能力这样工作的人 甚至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们有注意到 今天香港又有好几位 跟他们原来执政单位不同意见的朋友 遭到了不幸的逮捕 那我们可以问问看 如果1月9号台中市第二选区 补选的结果是我的对手当选 如果1月9号 在中正万华的罢免 是Freddy离开 那接下来 我们会补禁什么样的人 站在台湾价值 或在其他立场之上 那最后我也真的要借今天机会 呼吁拜托年轻的朋友们 或许对你们来说 你们的年轻 你们长大的过程里面 已经就好像我们看到既成为鉴一样 我的对手他们家的事情 对你们来说 就是一个存在在那里 只是现在才被知道 原来那是为鉴的一个事实 你们已经习惯他了 你们已经觉得反正也改变不了他了 但是我还是要呼吁 也拜托大家1月9号回来投票 这一票为了你的家乡改变而投 为了你的未来而投 为了台湾民主再一次把旧的恶流给割断而流而投 更是为了家乡这些 长期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离开 没有办法挣脱 苦于这样子的地方家族势力压迫 对于政治对于民主已经不抱希望 甚至沮丧的长辈们 请你们回来为他们一起投票 投下这张选票 所以1月9号 我相信是台湾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今天早上 我也回到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他们陪伴我参加 举办了一个记者会 柯总召特别提到 1月9号的选举 是台湾民主转型 跟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他决定了 是不是可以终止 国民党 滥用民主制度的罢免 以及决定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终结 停止扭转地方邪恶的家族势力 不当的家族利益 盘踞在地方 那个永不离开的恶灵 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我们一起在1月9号 把长左留在立法院 把我送回立法院 我们一起为地方 为人民 为国家继续打拼 谢谢